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还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AAX2999指标 我相信如果你是加密市场的老韭菜应该很熟悉这个指标 这个指标其实市场上最近熊市大家提的会比较多 提醒大家去做定投 但是其实来到了牛市 包括我们现在是一个牛中的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大家提的会比较少 所以说我们拿出来重新提一下 我们不说太早期的 这是九神当时有一本书叫囤比特币 我建议如果说crypto的玩家 最开始还是要读一下这本书 非常的经典 在本轮应该在4月份的时候 当时BTC的价格是39,000左右 这个线打到了绿色的线以下 我们看绿色的线以下 其实就是H2999指标的定投线 其实在上一轮4万以下就是定投线 然后当来到本轮 当来到24,000以下的时候 就是抄底线 我们看其实包括24,000 包括16,000 对吧 16,900最低的点达到 其实都是一个这个指标不错的一个应用空间 相比于Rainbow 我记得那个Rainbow那个彩虹图 和这个比起来就差很多 所以说在这一轮 包括我们看现在 我们说对现在有什么指导呢 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又达到绿线以下 我们当下BTC的价格 这个价格应该还没有更新 还是64,000美金 那么今天的61,000多美金 61,140 应该是肯定是在定投线 而且我们看这个定投线 已经趋近于中卫的这个值 第一个分享的指标是AH2999 第二个分享的就是 还是想给大家再分享一下挖矿的这个数据 都是从这个数据网站上找的这个数据 并且做了数据的梳理 我这个picture不是自己做的 是来自加密二锅头 也是一个非常棒的YouTuber的博主 欢迎大家也关注一下 目前算出来当前的挖矿的关闭计价 包括加GAS和不加GAS 我们设置各种的参数 考虑各种情况 其实66,64,000 基本上是一个盈亏平衡点 那么我们说今天这波下跌 包括我看消息面 我拿一下手机 应该是受门头沟 这个托管的 这个托管人表示开始偿还BTC和BCH 所以说大盘迎来了一波犀利的下跌 好的 这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 我认为比较有用的两个关键性的指标 相比于其他的那种的技术分析指标 会更加有用 我们再看一下期权的引波 其实今天早晨在我发日报的时候 期权的引波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下午4点之后 期权整个当日的末日轮期权开始交割 我们说来了一波下跌 我们看BTC的其实PUT端的引波会上跷的更明显 我们通过这个期限结构来看 但是其实当前市场的恐慌状态 我认为不是特别恐慌 我们看DELTA15的PUT 也就在60到50多吧 就是近端的这个引波 并不是特别夸张 其实比较夸张 达到100到200都很正常 ETH也是 同时我们看远端 稍微远端一点 7月5号 7月中旬 其实到7月中旬 这个引波 PUT和CALL就已经差不多了 在远端还是看涨偏多 我们看ETH其实差异更大一点 因为ETH预计是7月初 7月2号到3号是ETF通过 所以说这个PUT和CALL的 这个引波的焦点 在6月底 只要过了6月底 还是上翘 所以说我个人不认为 你现在CALL端 有一些看涨策略应该割肉 这是一个观点 我们再看这个Smile曲线 会更加的明显 我们短期的和长期的 短期明显 这是一个CALL端 对9月份是CALL端的 我们看是一个上翘 然后本月底 是一个PUT端一个上翘 这个曲线 同时我们看这个喇叭口 这个引波 其实ETH还是有比较不错的 做空波动率的环境 当然也是因为事件驱动 一直是ETF的这个事件的预期打在这 所以说CALL端 不管你用一些比例价差了 或者一些吸益策略了 其实现在空波动率还不错 我们说看 现在整个在市场大的降引波的情况下 ETH的引波还能到50分位以上 BTC其实已经跌到了 包括30以60 其实跌到了25分以下 所以说 其实你在PUT端 现在在卖PUT意义不是特别大 还不如就接一些现货 或者说做一些现货网格 来的比较的划算 好 这是整体隐含波动率的情况 我们说大宗今天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成交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认为比如说 你如果说认为市场还会持续下跌 适合什么策略 当然我也看星友还讨论了很多策略 今天群里也是特别的热闹 我自己分享一个策略 也是受别人启发 分享一个策略 我们其实在下跌过程中 可以做一个跌势的策略 买一个6万的PUT 然后卖两个5万6的PUT 同时再买一个5万3的PUT 我们看这个曲线的Break Even 其实非常的舒服 只要这个策略继续的下跌 都是跌在最大的盈利空间 或者尾部也是完全没有下跌的风险 这个策略的成本 我用1比2比1来做的 这个策略整个的成本是0.01个BTC 但是我们看最大的盈利 其实已经达到了0.06 是个1比6的赔率 同时比如说击穿到这个角 大概是在5万4左右 也能达到一个1比1的赔率 就是赚0.01个BTC 同时这个策略呢 还是一个稍微long一点 Vega的策略 如果说真的 真的再有一波下跌的话 其实PUT端的Vega 就是我们买的这个 买的这个远端的OTM的PUT 会涨的比较多 有一个Vega的这么一个指数 做的是一个月底的近日期权 好 来看一下我的试盘业绩 也是从上周一到本周一 我一般都拉过去的7天 也是一个下跌的状况 是跌了4.78% 我们看拉长时间曲线 你会发现 其实每一波的这个下跌 都不太影响整体曲线的上扬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整个的资产的一个情况 整个这应该是6万5千美金吧 截至现在 我整体除了BTC和ETH的头寸 当然BTC和ETH没有在BIT这个账户 我在这个账户其实有三分之一 大概是三分之一都是优 TON是一部分的标的 然后剩下这一部分 就是我之前发推也说了 就是买了一些奥迪 整个期权的头寸 目前在Sellput端 只有TON的头寸 我并没有做其他标的的Sellput的头寸 包括Solana 其实也没有做它任何的Sellput的头寸了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如果想进BIT期权实战 已经跟我们一起 实盘操作的 可以加BIT这个小伙伴 如果有想深度学习期权的 也欢迎加入Soper聊期权的知识星球 我们这里面有问必答 同时兴有的讨论也非常热烈 包括今天这种行情 其实有很多兴有 给出的策略比我的还要更好一点 也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讨论 谢谢 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 在结尾再提醒大家 给我帮我点一个免费的赞 感谢 拜拜